3月30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全票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 选举委员会的组成由原来的1200人增加至1500人,并新增第五届别,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和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届。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创会会长容永齐近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相关安排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选举。 第一,他增加了300人是从政治角度更落实爱国者之感,因为这300人都是人大政协还有参与国家事务的人士,所以就是更坚定的爱国者。 以前可能这300人有很多他在过去世代界别里面,有时可能在专业人士那个地位界别,有时在工商金融,有时在那个劳工界或者是那个其他界别等等。 这批人可能很多在过去世代界别里面呢,就可以腾出来,让更多的,刚才你说的专业人士,更多的专业人士他会透过他的专业,透过他的专业去服务,然后呢,不同界别去可以参与。 我觉得是变成呢,就让更多人有机会参与,反而是更好。 荣永齐表示,基层人士对香港诸多深层次问题体会较深,例如房屋问题,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问题,以及新出现的就业问题,因此让基层人士的声音被听到意义重大。 我觉得他加进了60个基层人士这个代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就是看到中央希望透过这个变动,让香港政府能够更重视,重视那个什么呢,改善民生。 我觉得改善民生对香港现在是当前的最大的问题,无论是在他们的房屋问题,生活问题,社会的保障问题,各方面,我觉得都非常,就业问题都非常重要。 还有青年人的向上流动的问题,工作的问题等等,我觉得非常重要。 所以有在60个位置,有那个机场代表进去,选举委员会,让特首能够有更多机会跟他们联系,听到机场人士的声音,也是我相信特区政府会更重视机场人士。 永永齐强调,选举制度的完善,将更广泛地集纳来自不同界别,不同阶层的声音,将更多元化地呈现出香港存在的问题。 整个季度出来的时候呢,可以说,那个立法会呢,它变成是,也是,基本上选出来的,都应该是爱国者,对吗? 当然爱国者不等于没有泛民的代表,爱国者不等于没有不同的声音,爱国者不等于轻易式的,他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他的意见。 永永齐强调,此次中央完善选举制度的决定,是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从维持香港长远繁荣稳定的角度出发。 其实呢,回归以来呢,国家对香港真的是关怀悲惧,除了那个在经济方面不断支持香港,其实香港的民主发展也是不断支持的。 中央完善选举记录这些的决定呢,是,就是看着香港的实际情况,是从那个国家安全的角度,还有维持香港长远繁荣稳定的角度出发。 所以更确保香港能够一国两制,很稳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